所以我雞肉裡面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它好像是腳還是哪裡的那個 這個是最好吃的一塊 蛤 這個是我最想要搶的那個欸 如果有人乘走我都會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今天要介紹的呢就是蔥燒雞 其實蔥燒雞有應該是非常下飯的料理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白飯殺手 我們需要的食材在這邊 好 我們今天的準備大概是 6500到700克的這個雞肉 可以用雞腿肉或者是雞胸肉其實都可以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說 蛤 這樣柴柴的 所以我們前一天呢需要先醃好料 那這個是我已經在昨天就已經先醃好的 加一點鹽巴 加一點胡椒 然後把它這樣子拌一拌 蓋上保鮮膜或蓋上蓋子 冰在冰箱裡頭 隔天就可以使用了 那麼我們先來備料 在備料之前呢我會先煮一鍋滾水 我們等一下會需要 那我們要切一些辣椒圈 那因為這種辣椒其實是不會辣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過擔心 覺得說怎麼看起來這麼辣 因為它只是一個小配菜小配料 我們辣椒的量大概半條至一條就可以了 剛剛說從冷鍋開始煎薑片 所以我們薑片下鍋然後再開火 這一道其實很適合愛吃白飯的朋友 當然如果你是無肉不歡的朋友也會非常的適合 我們同樣是要把薑片煸到比較捲曲 然後再開始放雞肉 雞肉有醃過跟沒有醃過我覺得味道可能會有一點點落差 所以建議還是先醃過一個晚上 或至少三個小時可能會比較入味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下鍋了 那我們一開始下鍋的時候先不要翻它 我們先讓它煎一面就好 等一下再翻面 像我覺得翅膀比較不好熟 我會先剪刀 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過有人用雞胸肉 雞胸肉好像只要醃一個晚上 它的味道也是會蠻好吃的 就沒有那麼的柴 開始上色之後我們再開始翻炒 也可以請那個賣雞肉的老闆剁小塊一點 比較好翻面 然後在開始炒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切一點蔥段 先兩隻 蔥段就好囉 然後再淋一點點的醬油稍微上個色 調味一下 先把蔥白先下去 如果有一些沒有沾到醬油的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加熱水 所以我雞肉裡面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它好像是腳還是哪裡的那個 這個是最好吃的一塊 這個是我最想要搶的那個耶 如果有人沉醜都會 它就是一個口感 這個地方 腳踝腳踝 沒有人懂嗎 沒關係 那我吃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下一點水了 我們水大概蓋過食材就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就這樣子小小的滾 大約是20分鐘 如果不怕辣的朋友可以在這邊先下一點辣椒 這個辣椒不會辣 它就是一個漂亮 好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20分鐘後的等待 那我先去看個書 等一下就回來囉 再經過20分鐘後 真的是20分鐘 我們剛剛的攝影呢 都等到睡著了 起床了 起床了 好 20分鐘到囉 我們現在呢 在它收支最後收尾的階段呢 我先來用一點蔥花絲 通常我們可以用切小蔥花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呢 如果用這樣一般的方式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種韓式絲的方式喔 通常我都是 因為家裡頭我都是拿一個這個大一點的叉子啦 然後用這樣子的 就是頭髮煉鋼的方式 把它變成絲 左邊右邊各刷一下 然後再把它翻到另外一邊 或是你們也可以拿比較長一點的蔥 從頭刷到尾 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刷這個時候就會比較麻煩 就是它會花比較久一點點的時間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放進我們的一個小碟子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白芝麻油 一點點就好 我們為的就是要讓它定型 然後呢 這邊太白粉的這個勾芡的水 下鍋的時候要推 10克的太白粉 再加大概10CC的水 你看一下子就有勾芡的感覺出來 好最後收尾階段 我們就可以關火 拿一個漂亮的容器 然後我們可以盛自己想要的份量 這一道真的是白飯殺手喔 因為它的那個勾芡配飯超級好吃 如果家裡頭有小朋友挑食不吃飯 相信這一道應該是可以收服孩子們的心 好那最後我們剛剛不是有說它是蔥燒雞嘛對不對 顧名思義當然就是要滿滿的蔥 所以我蔥呢 我會想要用像這樣子的抓上去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了一點白芝麻油 所以它是很容易定型的 這一道蔥燒雞白飯殺手就完成啦 試吃時間到了 這是我們的蔥燒雞 希望是好吃的 好好吃喔 可以耶 可以帶便當了 我吃的真的還滿好吃的耶 這道真的還滿簡單的 所以如果明天要幫小朋友帶便當啦 或者是家裡的小朋友就是 不吃飯跑來跑去的啊 就推薦你做這一道 蔥燒雞給他吃白飯殺手 希望你們喜歡囉 希望你們喜歡囉 所以我會喜歡吃的 還是那些人 我會想吃的 我會想吃的